给我拿几包回那个台北去 给我丈母娘 给我丈母娘 有什么 给小梅她妈 反正已经订婚了 给我拿几包回那个台北去 我小孩 妈没 四个人 四个菜 撒菜一汤 拍黄瓜 煎鸡蛋 这萝卜牛腩是我做的 我和汪小飞选择这栋楼 就是在台湾抗震最好的一栋楼 因为它是方形的 所以汪小飞选择了这栋楼的顶层 整整一层 马尔梅说想吃萝卜炖牛腩 阿咖昨天晚上就牛腩萝卜全买来 我小爷 妈没 四个人 四个菜 撒菜一汤 拍黄瓜 煎鸡蛋 这萝卜牛腩是我做的 咱们就是这么知足 对 有点阳光咱就灿烂 是不是 提醒我带两包回台北去 给我拿几包回台北去 嗯 给我丈母娘 给我丈母娘 有什么 给小梅他妈 反正已经订婚了 对 今天台湾地震还是挺严重的 其实呢 当初我和汪小飞选择这栋楼 就是在台湾抗震最好的一栋楼 因为它是方形的 所以呢 汪小飞选择了这栋楼的顶层 整整一层 每次地震的时候呢 灵灵都会吓哭 都会扑到杨阿姨的怀里 其实也难受了一天 不知道灵灵现在是什么样一种状态 因为没有阿姨在身边 又赶上这样的大地震 奶奶又不知道她的情况 还好啊 这栋楼是最安全的一栋楼 这个呢 是让我们最欣慰的 至于灵灵哭没哭 闹没闹 下周孩子没有 没有任何消息来源 其实白天想了一天 想了一天的孩子 一切都会好的 家家都有本难念的经过 男姐呢 只是告诉大家 什么事都会过去 一切都是最好的安排